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字的实战讲座 这节课我们讲一个理论 叫直读理论 直读 我也给它取名叫有意论一 有一个我们要论一个就行了 这就是直读 其实前面说的行动化是通修并存 那其实就是个直读 直读的话 其实不管在八字六一七的等等都特别多 就是说你不用再加那么多的一个分析 不用那么想直接把读出来 事实上情况 你要把读出来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看看直读的一个重罚 直读理论是把所见到的急性内向 直接读出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大运流年等运动中的激凶之毒 我们先讲就是这个第一种 有时候你会发现天干击地心凶 或者呢 地之击天干凶 这种矛盾的情况 大家如果是给别人上罚吧 你觉得是不是 这两个人说 哎 这到底在怎么看啊 上面一半好一种 其实啊 好不好 你都说出来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会矛盾 不知道如何表达 说好呢 又有坏 说坏呢 又有坏 不知如何处理 这种情况啊 直接把其心理解答出来 组成一个完整的实践即可 比如天干财极必须关凶 说明你财运好 但是工作不容易 有小人口舌困难 如果你关机财凶呢 说明你只是工作好 但是你的收入不高 打想的是这个道理 才好你工作高 关好你工作好 才好关不好 关好才不好 这都是存在的啊 你看他到底拿好拿不好 直接读它就行了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矛盾 日渐深入 11年求策 他问能不能看出10年运气 我们看看啊 递之关于乔生格局一般都是当官的 但是鬼害劫财网 自已干干净 此人为个体老板 手下管在上面的口领 你们看看啊 关于乔生 关于乔生 关于乔生是有掌权利的啊 要么政府官 要么是私人的老板 劫财网 劫财网 那个那个那个劫 走的运气有份啊 走的运气是劫财也网 说明那个个人老板 个体老板 鬼下大云 一零年根吟 四个大运气 一零年根吟 天干根筋生运干鬼水 天干根筋生运干鬼水 用神备生主策是不是啊 鬼水是用神备生主策 鬼水驻日元吉 根筋生日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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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筋生日元也好 身弱走硬 必然发财 身弱走硬 必然发财 首先断质的发财 正大财 低支汗水和引木 引害相合 引害相合可以当作汗水生引木 引木旺 木是他的什么 祭神 引木旺 但引木充生金偏移 祝神大胸 引木充那个就大胸 汗水生引木 引木生那个大胸 必然破大财 异性被破 一般主投资失误 被骗破财 所以断质没有破大财 近年段呢就是说你做的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赚了很多钱 但是有别的项目没做好 你投资就被骗了很多钱 事实上一个项目挣钱一亿都被骗 确实是两件事情 我给亚天财